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介绍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这一题是跟布阿松分配 在交通号制上面有关系的题目 我们这个题目是警察特考的一个几率的问题 这是应该说是统计学的部分 那么题目的内容是这样的 看起来非常的繁杂 但是我们要有耐心就发现 其实它也是靠我们耐心的 题目是说有一个三十项的号制化的路口 那么它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计划呢 如下图所示 它的下图在这边 题目说第一个十项就是东西项 它是东西项只可以左右 它五十秒 它的时间 这是一个红绿灯嘛 那么十项二的话呢 是南北项 它南北项这个地方稍微窄一点 所以我们用的是四十秒 我们给予左转的部分来说 我们给它左转专用的是十五秒 我们这样子来分配 好 那我现在题目来了 他说 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 左转专用的这部分 左转车流的到达形态 是服从布阿松分配的 布阿松分配 没问题了 他得告诉我们的布阿松 他也叫我们不要被公式 他给我们公式 M是某一个时段内的平均到达率 就是说所谓到达率的意思 题目是说的是 有多少车了 M的话呢 是平均在一个时段之内 有几台车 就是能够平均的 然后X为某一时段内的 到达的车辆数 那现在 这是X是变数 M的话呢 指的是平均 平均数 现在的话 我们要在临近的路口道路上面 设计一个左转专用的车道 足以在90%的几率之下 可以容纳左转带转车辆 因为我们在左转的时候 就是要带转 带转的话 我们需要一些空间 给这是带转的汽车 所以他要问我们说 我们要怎么设计长度 那现在他有题目了 有说了 平均的话呢 车长是五公尺 他的意思已经包含进去了 小客车大概 一般来说不到五公尺了 有的还比较窄一点 那么就是 意思就是包含了 我们的这个空间 就是车与车之间的距离 他平均 就是五公尺就对了 那么左转车流 平均到达率 这个他给我们了 每小时八十辆 他现在先给我们的烂打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呢 他要问长度是多少 就意思就是平均起来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带转的时候 大概会有几辆车 会在那边带转 就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来看 我们什么情况之下 会带转呢 就是 左转专用的时候 没有量 现在的话 是发生在哪些情况 发生在这个情况的话 有九十秒的时间 我们要是到达了路口的话 我们就准备带转了 所以有九十秒 那现在我们来看 一小时是八十辆 那九十秒有几辆呢 我们算算看 一小时是八十辆 那每秒是几辆 一小时的话是有六十分钟 一分钟有六十秒 所以这里是三千六百秒 每秒有这么多量 然后呢 那九十秒呢 现在我们问题是 在这个情况之下会带转 所以我们在九十秒的情况 那要乘上九十 也就是八十再乘上 除以三千六 再乘上九十 这就是九十秒的情况 有几辆呢 我们发现 这个九四 两辆 平均起来 我们会有两辆的小轿车 在等着这个 要准备要去做 带转的这个动作 那现在题目又要说了 他说什么呢 说足以在百分之九十的几率下 容纳 左转 他这题目就说 烂打 那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 波阿松分配的 那个表 来我们找出来 烂打值是多少呢 是二 那么几率 要百分之九十的几率 那我们看一下这什么意思 完全没有车的几率是 0.1353 有一台的几率是 0.2707 两台的几率呢 0.2707 三台的几率 0.1804 再来四台的几率 我们来计算一下 来 x等于0 这是再加上 px等于1 再加上 px等于2 算算看 0.1353 1353 再加上 0.2707 0.2707 到达90%了 没有 还没有 再来 三台呢 三台的几率是 0.1804 这个还没有到90% 4 这个我们全部加起来 来 我们加一下 0.1353 加上 0.2707 再来就是 再加 这个我们发现 就全部加好了以后 这边已经超过了 90%了 大约是90% 我们有九成的机会 怎么样 这些车子 最多最多 了不起几台 四台 那么 我们最多最多 四台的话 那么 我们问各位同学 有九成的机会 都在四台以下 那么我们应该要 设计的长度 带转的长度多少呢 四台 乘上 我们只要准备 20公尺 就够了 因为我们最多最多 也九十的把握 九成的把握 其实我们不需要 再考虑太多 我们只要准备 四台的分量 其实就够了 我们下车子